今天的香港缠针 有中共背景的青年关爱协会 对香港法轮功真相点的攻击 周一受到香港媒体的关注 而香港警方则是派出大批警员 到场阻止清官会的暴行 清官会成员多次冲击法轮功真相点 未能得逞之后收队离去 数十名清官会图众在头目 林国安 杨娇等人的带头像 多次试图用污蔑法轮功的横幅 遮挡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 警方出手制止 其间有恶徒自己扯断红服的竹竿 却借机向赛场警员 投诉是法轮功所为 但未获领会 警方架起铁栏 并出动数十名警员主持人墙 阻挡清官会侵扰真相点 清官会仍不罢休 在外围高喊口号辱骂法轮功 由网民响应网上号召 到场抗议恶党团货 指责警方纵容清官会 网民曾此尽透露 将组织网民清除清官会的横幅 又说有十环署人员教他方法 就说拿着那件物品 挨三尖哪个人的 麻烦你认领挨三尖 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 你就可以将它挡入十桶的 也有网民过满特区政府越来越赤化 恶党团货已在冲击警方方线 但都未能突破 期间涉嫌收到警方人员 下午四点后突然收队离去 法轮功学员强调 无论清官会恶徒进行什么样的 侵扰和破坏 将会始终如一的继续向民众 讲情真相 新唐人记者李秀怡 在香港报道